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音箱产品中 很多产品都打着监听级的旗号 但真正能做到三分屏 独立放大 还兼顾无线连接的 两条无几 而麦木者MR5BT 正是这个价位段里 最敢挑战专业监听边界的一台 它是一台试图在家用与专业之间 找到平衡的音频猛兽 三组独立功放 46Hz起掉的低频 40千Hz延伸的高频 还有带波导的高音结构 这些都是高端监听必备的 看来它已经准备好 让声音的每个细节都无所遁形 今天我们先试听 后续再拆解 看看这对MR5BT 究竟能不能靠声音本身 撑起监听这两个字的分量 开箱之前先给大家一句提醒 这对箱子不轻熬 净重约10公斤 所以搬运请双手拖稳 附赠的配件有 两块倾斜角度的海绵音箱底座 3.5转RCA 线材 表面为镀金的 8字电源线 主副箱连接线 快速指南及保修卡 黑色主箱第一观感 音箱整机外观极简设计 箱底转角过度俐落 前脏板线条干净 整体适合工具感而非装饰感 表面细颗粒磨砂处理 既不反光也不沾指纹 音箱喇叭为高中低三分米设计 5寸低音在箱底内部 3.75寸中音正面下方 1寸高音在正面上方 箱底两侧有条形低音粗音孔 向内看去是圆锥形导音设计 高音外圈的凸点设计是 慢反射结构 高中音单元都有古铜色的金属装饰 加一点缀 凸显出音箱整体的档次感 转到背面 缩大的音箱倒向管 为变曲率流线型设计 用以削减气流紊乱产生的杂音 下面是金属背板 设有RCA模拟接入口 6.5毫米TRS以及XLR卡龙口 两组平行输入用于专业音频接口 或者是调音台 底部高音低音增益炫钮 旁边还有APP声学矫正的图示 主向正面AUX输入口及耳机接口 方便用户连接耳机和外接音源 侧边古铜色的音量级主功能二合一旋流 以及蓝牙配对指示灯 配色与喇叭古铜色点缀遥相呼应 凸显出设计元素的一致性 官方提供黑白两色可选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黑色 整体放在桌面上 黑色箱底没有任何多余装饰 在我看来 它不是用来点缀桌面装饰的物件 而是一对为了声音工作而存在的监听工具 MAM-ZE MR25BT的声音核心 是主动数字三分屏架构 系统类似DSP 负责分屏校正与动态管理 高中第三个频段 由三组独立的供放驱动 试证限制功率为 30W加15W加10W单声道 双声道合计110W功率输出 相比常见的二分屏方案 这种架构能够降低频段互相牵制 提升分屏点的衔接品质 让人声密度 谷主顺态与高频延伸 具备更高的可控性 官方标升46Hz到40千Hz 峰值声压可达到监听所需的 进场声压标准 连接能力横跨专业与日常场景 XLR与TRS平衡输入 面对录音与混音工作流 具备更强抗干扰能力 RCA与AUX适配多种桌面播放器 与便携设备 无线部分支持蓝牙6.0 并兼容LDAC与HIRIS Wireless规格 在无线场景下维持较高码率与动态表现 适合日常轻量听音 但如果你主要用于媒体工作的话 我还是推荐有线输入 以便音箱发挥出三分屏系统的控制力优势 背板升学校正功能 覆盖桌面反射 靠墙摆放与房间低频堆积等常见的问题 这些功能需要配合漫步者APP实现 Lockat用于削减桌面与背墙偶合带来的低频膨胀 Acoustic Space Disk Top 这个档位应对百味差异 高低频微调用于针对房间材料补偿响应曲线 在进场监听里 这类硬件及环境补偿的意义很明确 不是为了改变声音的性格 而是让曲线回到可被信任的范围 再补充两点典型的音频识别度的设计 其一Bus Diffuse Wave低频扩散结构 5寸的低音单元隐藏于箱体 与扩散锥两侧的扩散孔配合 下潜官方标程可达46赫兹 相比传统的前置低音 外观更克制 空间适配更友好 其二 凸点式高音波导 通过微结构改变传播路径 提升离轴一致性 这在进场移动幅度较大的桌面环境里更实用 这些设计可以看出 它并不是在堆单元 而是在构建一套有输入逻辑 有分屏策略 有声学矫正 有音频识别度设计的桌面进场监听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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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这一个视频所有的视听段落 全部由索尼这一台PCM-A10录音机 配合日本Primer E-M272Z1精密配对的主机体麦克风完成 目的只有一个 尽可能地真实还原M-R25BT的原始生长与质感 我们不调混响 不调争议补偿 只保留这一对音响本来的声音 经过我几天的反复试音 M-R25BT的声音特性已经非常的清晰 在电影《独猎》的枪战片段里 蓝牙压缩音源下依旧干净 结像稳 切回笔记本播放难关圆盘的有限模式 低频的空气感 冲击力与众生感瞬间复活 同样的画面 声音从贴在屏幕上变成了冲出画面来 播放四首 缅板拳音乐时 它展现出了极强的节奏控制力 低频收放干净 中频密度高 人声与气乐的位置分明 无论是电子 木琴 还是流星曲 频段都保持平衡与张力 蓝牙连接索尼的ZX706听菜琴 赵鹏与纯音乐杨脆洗时 人声的厚度 泛音的细节 空间 空气感都得到保留 高码率蓝牙 Hi-Res Wearless模式下 MR25BT的无线表现 已经接近有线水准 平衡输入 接入节奏坦克M5解码之后 整个音箱的系统完全打开 张学友的声像 稳在舞台的中央 同力的人声气息 清晰 混响自然 拉德斯基进行曲的奇奏段落 动态饱满 层次分明 三频衔接 平滑 控制力强 在高深压下依旧没有压缩或者染色 整场视听结束后 漫步着MR25BT 它的定位已经非常的明确 在800块这个价位段可以说是 彻底把桌面音箱的天花板 再往上堆了一截 它是一台真正的讲结构 讲电路 讲声学逻辑的 监听级设计 主动的数字三分屏 三路独立攻放 支持蓝牙和平衡输入 这些配置放在同价位 几乎是没有对手的 声音干净 中频密度高 低频收放稳 能听细节也能听情绪 如果你的预算不到1000 想要一套能够当工作参稿 又能日常听歌爽的桌面音箱 MR25BT是目前市面上最值得入手的选择 没有之一啊 一句话总结 不到1000块 听得出差别 看得出诚意 这才是真正的超新价比 下期拆解片我们把它完整打开 看看它的隐藏式低音 波导高音 与三路攻放的内部设计 看看它的电路结构 是否像声音一样干净 克制和底细 测试为了了解 拆试会真相 认真测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活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陪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拆解片再见